防疫降级万荣乡红叶村的山区临到溪水清澈还有萤火虫 最近不少游客就开着露营车长驱直入 甚至于周末假日直接就在非露营区的部落水源区域内露营 造成买地垃圾 村民担心会污染到水源引发民怨 拥有温泉及原住民文化的万荣乡红叶村 在防疫降级后大型登山露营车频繁出入 影响部落交通安全也造成村民生活上的困扰 最近很多登山车因为疫情的关系 几乎不能在都市里面 几乎都是往山上去玩 而且他们去的时候登山车差不多一二十台都有 不过既然要去那边登山 垃圾尤其是像大小便 又在我们这两公里这里甚至是我们水源区 不仅干扰部落族人的生活 由于部落后方领导为部落饮用水源区域 大批登山露营车或汽机车 就在飞露营区内扎营细水 满地垃圾甚至随地大小便 村民忧心污染了水源引发民怨 相代表盐秋谷虽然也曾向警方报案反应 但由于警方非主管单位仅能劝导 车子都十几台 也有是登山像乡行车那种登山车 录影车 对对都有 都有 学生像年轻的骑重机的也有 很多了 所以要怎么制止他们 这没办法 我们也不能阻挡他们 我们没有那个工权力 万荣乡红叶村除了温泉产业后方林道自然环境好 山见溪水清澈透凉 再加上下丘萤火虫闪耀繁殖 虽然成为了外地口中的秘境 但却也造成村民生活上的困扰与不变 部落村民除了呼吁外地客能洁生自爱 也期盼相关单位重视加以管理 以维护永续山林的生态环境 记者石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